前景攻破台北市万华区 最大色情应招债 嫌犯利用大脑类的 50间套房做生意 有客人被押出来 看到镜头还比叶 而主嫌陈姓男子是当地角头 不但有多项前科 他还收编了身材火辣 长相神似港星李若彤的 一名红牌小姐 变成小三之后 专门帮忙管钱 每个月进账的佣金 多达百万人 来边 谁谁 敲对 远景来到房门口 手里拿着铁锤破门攻坚 逐层搜索 藏匿在大楼里的应招站 规模真的很大 从二楼到十一楼 竟然多达50个房间 都在从事色情行业 看着蓝白拖 男子上门循环被逮个正着 被远景押出来送办 走出大楼看见镜头 也不害羞大方比叶 现场30多名应招小姐 大多是外籍女子 警方查出应招站负责人 43岁 陈姓男子 就是万华教头 组织犯罪毒品 妨害风化 前科一箩筐 男客只要赶上门闹市 就教唆小弟动手打人 包抄大楼摆明远景 鹤枪实弹在外头守候 包含集团成员逮到44人 据了解应招站小姐一次服务 收取1500元到2000元不等费用 诚信男子从中抽取700元当作佣金 光是这收入就月入百万 其中一名小姐更因为身材火辣 神似港星李若彤 是红牌被她收编当小三 不用接客只负责管钱 她包包内当场搜出36万 主贤在万华这栋大楼 插旗两年 这回应招站被瓦解 总算是还给当地住户一个安宁 记者前掌沐浴台北资产报道